嗨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Huan 今天來久我得做一集輕鬆的DIY影片 因為前陣子的唐妹跟我說她的筆電電池有一點問題 續航力降得比股票崩盤還快 而那台筆電帶有影響的話 我之前就有出一支幫唐妹整理電腦的企劃 就是同一台筆電 它本身已經有6-7年有了 初期用的是Intel的4代i5 那不管是哪一台筆電,只要用的時間久了 電池或多或少都會出現老化 像我自己大學購買的那台筆電 它的電池早在兩年前就壞掉了 是完全無法續電的狀態 所以要插著電池才能夠做使用 那今天剛好趁我唐妹要修電池的這個機會 我也順便買了我筆電的專用電池 就把它一起換一換順便做個紀錄 如果大家有遇到筆電的電池的老化 或是無法續電的情況 先不用急著後患病發作 其實只要花費幾百塊的費用DIY 就可以讓它起死回生 那就我們剛好就做直在開始 先來看一下兩台筆電 他們的電池安裝模式不一樣 像我的內人筆電 它的電池就屬於可拆卸式的 直接從背面這邊拔掉就可以 再來更換算是相當方便 那我旁邊這個就是集成在筆電的內部 沒辦法直接從外部更換 那這張設計也普遍被現代筆電所採用了 因為它可以更好去縮減體積 整體筆電的一體線更好 但就是換電池的時候比較麻煩一點 那因為這兩台筆電都超過五年以上了 如果送修店家或原廠 缺料或費用都先不提 大部分也只會跟你說建議換新的 所以就乾脆自己來換反而更省事方便 接著就是要採購電池料件了 首先我們就是要確認這兩台筆電 他們適用怎樣的電池型號 最簡單的確認方式就是直接拆開 看電池上面的標籤 像我的筆電就是使用AL12A32鋁電池 37W的容量 整顆電池是這種長條圓桶狀的設計 感覺是用幾顆18650串起來有成的 那我旁邊的筆電用的是AP13B3K鋁電池 是屬於這種片狀的設計 容量為53W 那如果大家懶著拆筆電查看 也可以先透過筆電的型號來做查詢 而且你會發現說 其實同品牌的筆電 在每個時期都有不同系列的產品 共同款電池模具的情況 像我筆電的AL12A32 大概就100多款筆電是共用的 這也是為甚麼到現在還買一套6件的原因之一 那筆電的電池如果大家比較保險的話 可以去參考PC用上面的價格區間 我認為品質是相對有保障一些 那我自己是去蝦皮上挑選購買 價格會更便宜一點 但是這個我也沒辦法百分之百確認它的品質 只能憑經驗去判斷 所以就不透露賣家給各位了 反正待會裝好實測看看 出問題的話大不了就給它去一去 反正年輕人嘛,甚麼都沒有就是命一條 運氣好的話還能申請意外顯賺一筆外快 我們做人就是要樂觀一點 凡事都要往好處想 那幹話歸幹話喔 待會裝完後還是會做多次的充換電測試 看它電池的狀況是否OK 畢竟是要給我堂妹的,還是得顧及到家人的安全喔 接著來快速開箱一下電池 首先是我自己要用的AL12A32 整體電池目色看起來沒甚麼問題 只是我發現它的大小跟我原本筆電的電池有些不一樣 我買這顆大了一些 雖然你們可能從畫面中看不太出來 我也是在裝上筆電後 發現開了螢幕的時候會稍微卡到電池來發現的 但也不至於說會去影響到使用,所以倒是還好 電池的標籤上容量寫的是38W 比原廠的還要多1W 不知道續航會不會比較長 那整體看起來沒意外是副廠的 待會我也會實測看表現如何 再來是我唐妹王的AP13B3K 它還採用這種扁平式的電池模組 由4組share構成的,並且由上方的排線做連接 那這顆電池的容量就跟原廠一樣都是53W 比我筆電的要大上不少 待會看看續航力表現會不會更長 好那電池的部分就看到這邊,接著來進入DIY盤解了 首先是我的內人筆電 只要將電池對準的後方的觸點方向 接著往裡面一推,聽到卡一聲就大功告成了 沒錯,就這麼方便快速 幸好今天還有我唐妹的筆電可以裝 不然我看這支影片大概1分鐘就水完了 接著我們馬上來開機測試看看 很好,筆電可以正常開機 那代表我們的電池是可以過電的 電量的部分會80% 並且實測充電也充進去 看來是初步過關了 等等我再來做充方電的測試 再來是我唐妹筆電的部分 先把筆電背蓋的螺絲給轉開 接著就可以把整個背蓋給拆下來 這樣就可以看到我們筆電的電池本體了 那在確認筆電已經關機的情況下 用敲棒把電池的排線給斷開 接著轉開電池中間的固定螺絲後 就可以把整個電池模組給拿下來了 幸好它沒有用額外的膠來做固定 不然還得在那邊撕就很麻煩 那當我拿起來後 發現電池本身已經有輕微的膨脹跡象 因為離電池在長時間使用下 可能在高溫或過度充放電的時候 會導致內部的電解力氣化 產生氣體堆積在密封的電池內部 那這裡看起來算是輕微膨脹而已 還不用過度擔心 不過也是趕快把它換掉比較好 接著按步驟把新電池給裝進去 裝好之後再嘗試開機 OK同樣是可以順利點亮 然後電池的蓄電量在55% 並且電同樣是充了進去的 看來那些想看慘絕任劃的觀眾們 不好意思,又再一次讓你失望了 不是說我不想做 但就是真的沒機會我也沒辦法 那去爛爛電池的初步狀況後 接著就是續航力的測試了 我筆電原本就已經不能續電了 所以沒什麼好講的 那我糖妹筆電的部分 我有測試連續播放Youtube 來觀察電池的放電狀況 那一連續播放將近兩個小時之後 筆電的電量從100%降到50%出頭 耗掉一半的電量 看起來好像還蠻正常的 只是當我關掉錄影後沒多久 就發現它的電量從50%快速降到10%出頭 這也是我糖妹跟我反應的 剛開始使用的時候都正常有電 但從一段時間後電量會突然掉得很快的情況 這也是電池老化的性向之一 等等看換我電池會不會改善 然後此外我也發現它的電腦裡面 有安裝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後台軟體 像這個看起來就很吃資源的3600安全衛視套餐 重點是本人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裝到這個 有時候我們在安裝軟體的時候 會有一些同款安裝的選項 會讓你同時去安裝到其他軟體 所以這會讓大家要特別留意喔 一定要去仔細看安裝步驟 不然被安裝一堆奇怪的軟體也不知道 那如果它還帶病毒的話就比較麻煩了 那這裡我也是幫他把多餘的後台軟體給刪掉 並且在工作管理人員內 設定一下開機之前的軟體 把一些非必要性的給它關閉 這樣才不會每次開機 電腦都會跑一堆後台然後變得很卡 再來我來去設定筆電蓋上螢幕後的動作 這台筆電原先是採取睡眠 睡眠模式其實就是待機 它並不是完全斷電,而是將功耗給降低 並且將資料佔存在記憶體裡面 也就是說即便你蓋上筆電進入睡眠 在不插電的情況下它還是會自己沒電 所以通常我會把這個選項設定為 蓋上筆電後直接關機或休眠 這樣會省電的多 休眠它跟睡眠不同的地方在於休眠是會完全斷電的 並且將資料存進入硬碟裡面 等下次開機的時候這張資料從硬碟內取出 並且回覆到休眠的狀態 總之這裡大家可以自行留意一下 然後接著我們就來看看 換完電池後兩台筆電的耗電表現 首先是我的內容筆電 連續播放一個半小時的YouTube後 電量從100%下降到60%以下 續航力大概3個小時就差不多了 本來我是以為說無邦途會更節能一些 加上我的初期又是DR版本並且沒有獨顯 續航高位表現不錯 結果比我預想的還要普通喔 看來電池容量小真的有差 不然就附廠電池有點灌水的跡象 但反而只好是可以用的 總比完全不能續電要搶了 再來是檀面筆電的部分 更換完電池並且對系統後台進行調整後 整體的續航力有明顯的改善 在連續播放YouTube一個半小時後 筆電的電量下降到25% 比原先的36%來說 整整是省了11%的電量喔 從圖表現圖來看 就可以發現換電池後續航力是有所改善的 並且在連續播放將近5個小時後 電量還有15% 整個過程都是線性掉電 沒有出現斷來式的跳電 直到電量耗盡之後才自動關機 之後反覆測測狀況都相同 整體來說算是蠻穩定的 那總結來說 這次的筆電更換電池算是成功了 雖然我自己的電池有點外觀不同 過去千萬卡到有點可惜 但至少是完全正常沒遇到問題 那我他們的筆電也是升級的很順利 可憐的這台筆電喔 明明是到了要退休的年紀 但是他的主人依舊是不放過他喔 那大家從這次的影片裡 應該就可以了解到DIY更換電池是不難的 只要找到對的零件 然後照步驟小心拆換就可以了 並且自己更換也非常省錢 就算拆換了大不了就換新筆電 整體來說也不虧 那如果對於電池的價格有所疑慮 不敢在蝦皮上購買的話 其實PC上買就可以了 價格也算高了一些 但品質應該是不用太擔心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有甚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告訴我 我是Huan 我們下次見 掰掰